無色覺醒超越藍綠白 人民要過好日子 我們現在就持續來關注到 許巧欣的部分 現在民進黨好像著魔般一樣 這個造謠是無極限 我們先來看到有人就PO出這段話 說最近才知道原來巧欣的媽媽是中配 難怪這個言行越來越舔貢 看來他媽媽娘家人被當人治了 不封起來賣台不行 所以媒體的蕭州他就說了 綠營現在的攻擊 有一點讓巧欣的母親是非常憤怒 因為對手散布謠言說 巧欣現在會這樣 都是因為他母親就是中配 巧欣的母親很神奇 一來不該歧視中配 二來這個完全不是事實 所以他就說了 現在這個攻擊到這種程度 不就是霸凌歧視嗎 所以下方也有網友留言了 就說綠營現在真的是已經荒腔走板 真的是荒謬絕倫了 還有人說街頭上的瘋狗 讓人避之唯恐不及 1450 側翼 民進黨現在真的是進入了 一個瘋狂的狀態 而且綠營現在還持續的在爆料 這一回他們爆料什麼呢 他們說幾年前他徐曉星 在金華城附近埋下了一間中古屋 所以他們就批評徐曉星 是精準投資買房 好 來看到這個是溫朗東說的 他說接獲了線報 徐曉星家正在都更進行事 好 這個房價準備要一飛沖天了 而且推動都更的就是當地支持徐曉星的里長張敬為 所以他說徐曉星的另一個身份就是金華城大法師 所以徐曉星他當然也有來回應啦 他說從小就跟家人是住在這個 燕酒公賣局的附近 生活軌跡就是在金華城的周遭 所以婚後呢 他跟先生先是到南港去租屋 之後才決定要買房 當時是希望能夠買在自己的選區 加上又想要就近可以照顧母親 因此才會選擇在當地置產 他說所以誰管他是什麼金華城呢 我不管今天他的容積有多少 他說關我什麼事情呢 對我來說我媽媽才是最重要的 那麼金華城獎勵容積率一口氣提升到840% 他說我家當然是沒得跟進 因為我根本就不想要被都跟 他說畢竟才剛買了房子嘛 剛裝潢完成 他說他住得很舒服 誰說住老房子的人全部都想要都跟呢 所以我們來看到前立委蔡政委 他就說了嘛 他現在要呼籲 只要你是反對民進黨的人 現在全部都要站在許曉星這一邊 好另外針對外交部 在昨天是正式的對許曉星提告嘛 說這個泄密罪嘛 好所以呢 來看到前立委郭正亮他說了 外交部現在啊 只用一個理由就對許曉星提告 那對於文件實質的爭議都是避而不談的喔 所以根本毫無正當性 那麼吳釗燮完全就是演給獨派看的 因為他認為說官司到最後一定是會撤告的 好我們今天視訊邀請到的呢 就是歷史哥李逸修喔 好歷史哥早安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怡林早 好歷史哥 所以我們就持續來看到 現在呢 綠營真的是只要撿到什麼一點點的東西 都可以拿來大肆的批評許曉星喔 那現在呢 外交部是正式的對他提告了嘛 但是剛剛有講到嘛 這個亮哥他認為說 接下來呢可能很快 好換成林佳龍上任外交部長之後 好這個case呢可能就會撤告了 歷史哥你怎麼看 首先我覺得第一點喔 民進黨現在當然是鋪天蓋地在打許曉星嘛 所以剛才看到這個蔡委員所說的是非常正確的 如果今天你要反對民進黨的人 那你應該要都要跟許曉星站在一起 不是說許曉星絕對是正確的 而是現在他已經成為攻防當中的第一線焦點了 昨天我也跟曉星 就是私下還在聊line 聊到了半夜 他也是在講說這一陣子真的很累 因為以他一個人的挺身去立抗整個國家隊的機器 本來這個壓力就很大 那當然現在吳釗燮現在這個打法 很明顯他只打一個 他只打形式不打內容 但就從內容來說的話 拜託據我所知 我已經看到這個熱心網友提供了 捷克的媒體都已經把這個外交部 所有的合作的內容實質都已經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那你為什麼外交部沒有辦法去回答這問題呢 捷克的一個官方的報導 所報導的內容比許曉星拿出公文的時候 他在那邊東貼一塊西貼一塊 大頭貼拿黃色的貝利貼 東貼一塊西貼一塊 貼的還要所露出來的資訊才有一點點 可是捷克媒體露出了一大堆 奇怪你為什麼你外交部講 你這個機器有什麼好機密的 捷克都不機密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請問外交部 請問吳釗憲回答 你當初簽這個月的時候 你的保密條款你設定的界限在哪裡 你要不要講清楚 你要不要說明白 所以列為保密本身什麼心虛有鬼 如果捷克媒體都可以 這麼大啦啦的刊登出來的話 那請問為什麼你這個吳釗憲面對許曉星 很合理的你的錢用去哪裡的質疑 你為什麼不敢回答 所以這個部分他只敢做刑事告 為什麼他告的是一個 只有搞這個所謂褻密的部分 但是他不敢對所謂的國家機密的部分 進行這個去訴訟 因為我們的國家機密保護法裡面 第五條就寫得非常清楚了 你的國家機密保護法必須要限制 你的使用範圍 而且第五條的第一款裡面 也寫得很清楚 你不可以用所謂機密的英勇 來遮掩你的非法的事實 那請問你今天 為什麼你簽的約這麼奇怪 你要援助烏克蘭就援助烏克蘭 你為什麼不能直接援助 好 他一定會說 因為烏克蘭沒有跟我們 有直接的邦交關係 捷克跟我們也沒有直接邦交關係 其實事實就是烏克蘭奉行一中原則 所以會碰壁 那為了要趁烏克蘭這個IP 為了要完成美國爸爸的交代 所以他用了一個繞道找了捷克 那事實上找捷克也有毛利 捷克這幾年來了這麼多次 國會外交 還包括捷克前布拉格市長 說是我們挺台 就是台灣的劉台生等等 他們建立很多關係 那為什麼要指定第三方機構呢 指定第三方機構也非常簡單 第三方機構 立法院還看得到是哪一個第三方機構 因為簽的約裡面會透露出來 可是第三方機構找了誰 擺了什麼東西 那就不是立法院可以監管得到了 那不就是隔了一層嗎 那隔了一層請問跟誰採購 那請問採購之後這些對象 你報價多少 內容多少 能夠監管嗎 沒有辦法監管 所以為什麼到現在吳釗燮那麼生氣 生氣不來乎兩件事 一個就是污蔑你 你會生氣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你被抓到心虛 吳釗燮是前者還後者呢 講白了昭蘭若揭 司馬謝之心 大家看都知 就是一個透過暴怒 透過不合理的生氣 因為看那一天上禮拜四的時候 徐曉昕去質詢吳釗燮的時候 那個不合理的暴怒 本身就是要掩蓋心虛 最後那個暴怒 或者說根本講到慈雄 就是說你可以告我 你可以告我這個污蔑國會 這個什麼污蔑國會 只會在那邊一直跳針跳針 但事實上到現在就內容 他都沒有辦法回答 他就內容的實質沒辦法回答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請問你外交部靠這一招 你雖然現在援助烏克蘭 號稱有1億的美元 整個方案有1億的美元 在捷克是1000萬 1億美元多少 外交部一年預算 也就300億台幣而已 1億美元是30億台幣 那請問30幾億台幣 因為現在每月還漲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高檔你預算的10% 你如果都這個模式的話 立法院啥都不能問 你覺得這合理嗎 吳釗先生 不敢回答 所以我認為這亮哥講的策告 不見得會策告 但是拖著辦 慢慢辦 然後再適時的辦 反正現在包括檢察官 或者是法院聽話得很 那用這種方式來改變風向 改變引導輿論 那來防止許小新 繼續抓下去 繼續揭蔽 同一時間 想辦法在時間之內 用像這些側翼媒體的方式 把許小新的用私生活 把它拖垮 這就是目前民進黨的戰術 非常的低級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新潮時刻的適合 準備腸水 唐吃 準備做好日常 出血 喜歐 不扒 喉 叫 谢谢大家